美国缩表路线图上周出路,流动性预期减少将级股市带来不利冲击,终观全球经济形势,俄乌冲突延续,中国内地疫情反弹造成各项经济指标显示衰退迹象,在通胀以及供应链问题得不到缓解情况下。 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,通胀不断加剧,大宗商品作为有利的对抗通胀的资产类别,有望成为今年投资者加大配置的类别,其中中国石油股份00857可作为对抗通胀避险首选。 值得关注。2021年原油价格逐贵上涨。布兰特原油去年全年均价70.7美元,统。同比增长63.28%。油价上涨带动中国石油公司上油板块盈利大增。 中国石油去年年均熟。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26143.49亿元,人民币。 下同。增长35.2%。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921.61亿元。 增长385%。实现经营收益1,611.53亿元。 增长112.22%,实现经营收益率3.79%,为2015年以来的最好盈利水准。此外,销售进口天然气大幅减规也推动了公司的盈利改善。 中观大经济环境,在现时全球高通胀下,促使了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全线上涨,包括能源、金属和农作物价格均有所上涨。其中,布兰特原油上涨了30%以上,上个月达到了自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 各大投行分分调高对第二季度的油价预测,从每统110美元至150美元不等。 有投行分析指出,在通胀不断加剧之際,如果投资者增加对原材料的配置,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会飙升40%,达到创纪录高水平。 对比上一轮于2017年至2019年的美国家息缩表周期经验。 石油等大宗商品均在其内表现录得正向回报。 面对目前全球经济环境错综复杂。 不确定风险因素增加。 股市难免会受到流动性减少。 经济下滑。 地缘政治等不利因素冲击。 美国家息将市资金从新兴市场流出计而回流美国。 建议投资者以保守操作为主。 关注中国石油等可抗通胀的大宗商品类别公司投资机会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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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